好 世界看見臺灣 來身為一個第一線的醫療人員 黃醫師怎麼看 很多人都最近在媒體上 看到WHO的這些 不是很適當的一些做法 都說那這麼爛的一個組織 我們幹嘛要加入 但其實我們今天跟大家 很多人討論都跟人質 跟政治跟國家有關 我是代表病毒界 我們從病毒的角度 我們從生物的角度去看 其實所有的病毒 他是不分人 不分種族 不分國家的 他只有一個目的 就是想把自己的基因傳下去 所以在歷史上面 這支病毒不斷地想要找新的宿主 只要能夠感染動物越多 我就越有機會把我的基因傳下去 所以這支病毒 比如說我們這支武漢肺炎 新冠病毒從蝙蝠到人身上 其實這個過程 在歷史上早就發生過 非常非常多次了 你看到古時候 我們大概有四支的 我們現在有四支的冠狀病毒 這感冒病毒 其實都是古時候 他們從動物身上跳到人身上 八百年前 兩百年前 一百年前 可是你可以看到最近越來越快 二十年前 然後這個八年前 又有另外一支 MERS 所以到現在 這正在進行式 所以可能很多說 為什麼這些病 現在這個病毒 從動物跨到人身上越來越多 其實不是動物跨到人身上變多 這個速度 突變的速度是一模一樣的 重點是我們人的活動 範圍變廣了 過去可能一支病毒挑到一個村 把這一個村的人都感染完了 死的死活的活 然後就困在這邊 就結束了這支病毒就哪都去不了 但是現在是地球村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感染到一個國家之後 坐著飛機到處跑 所以只要飛機飛到的地方 這個病毒都有機會 再感染到人類 所以可以看到我們臺灣 現在很高興有一個零確診 你可以看到我們零確診的原因是什麼 當然有很多個因素 我覺得第一個最重要是超前部署 我們很早就已經開始做準備 我們看這個趨勢圖 本土案例掛零是連續四天 然後三天之內有兩度 我們的新確診是掛零的 從這個趨勢可以看出來 對 所以你覺得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對 這個代表意義 我待會可以跟大家分析一下 但是我要講的是說 你可以看到我們做了 比如說超前部署 我們有口罩 我覺得還有我們的健保系統 還有一個我覺得很重要 是我們是個島國 所以在一個島國的狀況下 其實我們入口只有 你看我們今天逃機 入境沒有 就是沒有 但是對其他的國家 是不是能夠複製 臺灣建議就不一定 你看到很多國家 他的邊境太多了 根本沒有辦法防這些 流進來的 跑進來的 然後這一大堆不同的人來往 那我就想到一個很有趣的國家 就是冰島 他跟我們一樣也是島國 人口沒有比我們還少 但是你可以看到 他之前為了觀光 他不封邊境 然後那個病例數就多到 而且我們從他的基因序列 你知道冰島的那些冠狀病毒的 基因序列是世界各地來的 他不像那個 像我們這個看到那個西雅圖 或是華盛頓州 他們是一致然後傳給整個 他們不是 冰島是歐洲的也來 中國的也來 美國也來 他們本來是想說我們我們就靠觀光過活的不能關邊境 後來實在受不了沒辦法了 一關你看他現在整個病例一直掉一直掉 他們已經預計在四月前 他們也可以零確診 可是我要問的問題就是這樣 我們現在臺灣這樣子關邊境 冰島這樣關邊境 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但是我們能關多久 還有全世界每個國家都在關邊境 那這樣的一個到最後我們要怎麼樣開 從誰先開始開 那開的時候 我們是要一起同時開 還是怎麼樣 哪些國家在怎麼樣的一個病例數之下 我們不能開 其實這個都需要一個國際的組織 來做這樣的一個安排 可是現在草翻天 如果沒有一個有有力的一個權威的 一個一個國際的組織 來做這安排的話 我們真的不知道下一步該怎麼走 就像我們剛剛講 臺灣現在已經零缺 很高興 那下一步呢 其實我們只要不要開邊境 臺灣現在已經在防疫方面 這個趨勢會慢慢下來 不會再上去的嗎 只要我們一直關著邊境 其實他是可以一直領的 一直關著邊境 那邊境可以一直關嗎 這就是我的問題 所以世界衛生組織 其實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好 我們說關關關到什麼時候 假設我們關到藥物跟疫苗 那我們藥物跟疫苗 誰先開始用 這個分配疫苗廠就這麼多 哪一個國家先分配 哪一些人先打 什麼年齡層 如果疫苗在明年 明年中旬好了 明年六月才誕生 那要一直封鎖到明年六月 這就是 可能嗎 這就是一個選擇了 所以我覺得這些都是 我們之後可以討論的 現在其實臺灣已經站在一個 最領先的地位 所以我們開始可以討論未來 別的很多地方還在 還在這個滅火 滅火的人是沒有在想未來的 我只要把火先滅下去 但我們可以開始想未來 那這個未來 絕對不是臺灣自己決定而已 我們一定要跟其他國際的地方接軌 才能夠同步做一個很好的規劃 所以從病毒的角度來看 就等你 你只要一開放 我就跟著人走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